這個范雲跟吳思耀的臉書 范雲還原的現場 他說因為昨天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早上在討論這個所謂這個 國會反性騷的法案的時候 黃國昌發言他是認同的 他覺得這個 其實我想應該不會有人反對 反對性騷擾這不是普世價值嗎 所以范雲主觀意識就認為說 那今天投票黃國昌應該會支持 這個案子禁腹二毒 所以當黃國昌他們不舉手的時候 范雲才跑去問他說 你為什麼不支持 黃國昌就突然就那個咆哮 我們剛剛看到 事後吳思耀 他也覺得很納悶 所以跑去找民眾黨 民眾黨有四位女性的立法委員 他去跟這四位女性立法委員 去說明說今天早上 這個案子是怎麼回事 你們為什麼不支持 就那四位女性立法委員恍然答悟 原來早上是這個案子 也就是說有人沒有把真相告訴他們 不過范雲 黃國昌是怎樣 你跟他看 有必要這樣咆哮嗎 他是不是EQ還是說什麼 有什麼情緒控管的問題 好 那這個在我們討論他的情緒之前 已經有人把他的玩具做出來 那這個其實並不是單一款 這個是尖叫機 有人做成黃國昌的形象 我甚至看到今天還有一些文創業者 那個3D建模都見出來了 他是鬼吼鬼叫的印象深入人心 然而他到底在鬼吼鬼叫什麼 我們注意二月的時候 他鬼吼鬼叫什麼 開會啊 對啊 你們都來給我開會 為什麼不開會 我們用那麼多東西要討論 趕快給我來開會 結果剛才賴委員有提到 他在那邊舉散會的動議 舉了好幾次 講說要開會也是你在講 說要散會也是你在散會 好 之前他都說 我們前面就不要講那麼多 進委員會討論 對 那後來有進委員會有討論嗎 沒有 急著送走 急著送到二賭去 最近大家前幾天在討論 程序委員會檔案子 國民黨沒水準就算了 你白贏的林國城一樣沒水準 你小黨的配合大黨黨少數黨的案子 腦子在哪裡 林國城如果沒有腦子 請問總罩的腦子在這裡嗎 所以我必須要說 黃國昌他鬼吼鬼叫 為什麼會被講是鬼吼鬼叫 不是我在汙蔑他 是他讓他的大聲變得毫無意義 前後矛盾 你現在到底要不要開會 要開不開 要不要討論 怎麼討論 你前一天跟范雲說這個可以 後一天我是有欠你 不對啊 你不是跟人家說這個案子可以嗎 對啊 那你中文是不是出問題了 所以當然在那邊抱一個小料好了 大家看到我掛時代力量會 我就講一個時代力量的時代就是 那個時候有訪問過范雲 訪問很久以前 訪問完之後黃國昌議員說 聽說范雲是不是要去民進黨當不分區 我說沒有 訪問的時候沒有問出來 那個很久以前 他說是嗎 我感覺是 好像他心中似乎有一塊 覺得范雲是欠他的 怎麼先跑去當立委 他放不下 這個就是了 我們不管他 現在兩個都是立委 大家就事論事 這個法案要不要過 該不該過 該不該支持 你總照今天在那邊舉牌子 在那邊告訴大家說 我這一票贊成 這一票反對 這邊要不投票 你就要扛折 對 不是說我欠你 你欠我 你欠的是中華民國人民 這個不是為了犯雲定這個法 雖然他起心動念 是因為他個人的案子 但他是為了整個立院的行為 行為的行使 所以基本上黃國昌 現在他的整體的操作 就只有一個核心意念 就是跟著傅崑奇的屁股 傅崑奇屁股怎麼搖 黃國昌就跟著怎麼走 那當然他這個玩法成就誰 想也知道是要成就他自己 因為他選西北市長 他就可以跟國民黨靠比較近 可是誰會被葬送 其他那七個 對啊 今天他現場 大家剛剛看到畫面 其他七個委員都 不要不要不要吵 為什麼突然吵 其他委員也不知道你在演什麼 你有沒有跟他溝通 有沒有黨團內部先建立共識 每天早上柯文哲叫你七點半去 到底是在幹嘛 看歷史童話故事 還是討論今天到底有什麼法案 民眾黨到底是怎麼運作的 黃國昌他把民眾黨黨團 搞成這個樣子 這個業力爆發 遲早會顯現出來 那我補充一下 其實早上為什麼今天 大家會那麼氣費 其實就是51比53 就開始又回到藍綠隊 就差兩票而已 對 就當然不要 但是這八位民眾黨照理說 性貧性騷 應該是大家都可以支持的方案 那不高興也許就是 觀眾朋友可能不知道 綠色是 綠色同意 同意 紅色是反對 灰色就是棄權 對 灰色棄權 連他連那個 灰色是連出席都沒出席 對 他連案都沒有案 所以你看全部 那你看剛剛提到幾個 林毅君 蔓曼玉珍 到黃珊珊 甚至到這個陳昭芝 都是女性 我不認為他們會反對 其他的幾位我也不認為 他們會反對 那為什麼這件事情 你不讓他進到 副委的時候 就是進到二讀的時候 一起討論 在國會 我相信這個東西 應該也會納進去 為什麼不要呢 所以說就唯一能夠想像的 一定是可能 傅君要求你跟我走 所以他就跟著走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讓大家非常的訝異 那我覺得他情緒管理 確實也出了很大的問題 我在講不是今天是對泛宇 其實泛宇也只是旁邊質疑說 為什麼你不支持而已 只是這樣講而已 他就算咆哮說 我欠你嘛 很大聲 非常大聲 大家全部有點嚇一跳 怎麼那麼大聲 他不是今天第一次這樣子 他以前跟黨團幹部罵很多 也就算了 他連郭玉琴 大家記得那個萬老師 他有一次曾經在排隊的時候 立法院我們早上都要簽到 有時候七點半 有時候八點開始簽 簽到發言順序 在簽的時候 可能他們有注意到黃國莊在旁邊 所以他就簽下去的時候 黃國莊咆哮說你怎麼插隊 林月琴 對 然後林月琴被罵過 郭玉琴也被罵過 賴慧元也被罵過 三個都被黃國莊跑去 我要講 月圓自己在這邊 立法院他同事嘛 如果你覺得我不小心插隊 就講的是 賴慧元不好意思 我先來的 我們就一定會這樣 差一個千道有差嗎 就算你講一聲我們也會給嘛 你何必咆哮 因為你站在旁邊 沒有人知道你是在排隊 還是在幹嘛 那我的意思是說 作為同事間 你有需要休養 做成這樣嘛 咆哮 就是你只要講一聲就好嘛 你換 不好意思 我先來的 那我先 抱歉 委員先 抱歉 抱歉 我沒有注意到你在這邊等 這樣也就好了嘛 三個委員到兼加 第四個女委員都被他咆哮過了 所以我認為黃國莊 這段時間 我認為有兩大問題 一個是你長期以來 你自己的表現 十年前的黃國莊 跟西洋黃國莊 已經完全變了樣 而你自己也發現自己的樣子 自己坦白講 有點更小 自己改變了 更小 重新去 另外一個是 我也認為你是用 咆哮的方式 來去強烈的那個 那你現在只是有時候 是為了反對執政黨 為了反對民進黨而反 這個也是讓大家都非常壓抑 你的這樣的轉變這麼大 那我們還是要呼籲立法院 其實同時間相互尊重 用咆哮的方式 用這樣的方式 其實得不到任何的一個 尊重 我要補充委員一下 我認為黃國莊 黃老師的咆哮 其實是工具 是他的工具 你看他現在咆哮的對象都是誰 都是民進黨 然後都是女性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 他咆哮民進黨 要給誰看 給國民黨看 我跟夫婚琦 副總長是站在一起的 對不對 然後女性是因為 如果他今天對賴瑞隆 委員這樣 他會說 不然你是在拍什麼 你知道嗎 要凶大家來凶 他到時候搞不好 他就會難看 可是因為是女生的關係 他凶他 大家會第一時間會怕到 你就覺得 你有必要這麼大聲嗎 所以他就用上對下 或者是用男性對女性 這樣子的態度 用大聲的方式去壓制這邊 可是我要講的是說 他的雙標 其實是讓人家訝異的 你還記得 他之前罵夫婚琦什麼 罵夫婚琦說 他內線交易判得太輕 對不對 可是他現在可以跟他大哥 好來好去 他要先走 還可以跟大哥講說 我先走 謝謝 謝謝大哥 這樣子 對不對 這個是現在黃國昌 大哥這一趟帶兩瓶茅台給你 是 黃國昌現在對婦琦 其實這樣子的態度 對過去跟他的好朋友 半雲老師跟黃國昌 以前是學弟 然後在這個大 這個社運的時候 在這個 這個太陽花學運的時候 都是夥伴 你有必要對一個 你過去的夥伴 用這麼兇的口氣嗎 所以我覺得這非常匪夷所思的是說 你的這種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要不你就是心虛 要不你就是要表演給人家看 但我認為黃國昌既是心虛 又想要表演給國民黨看 字幕志愷 和聲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